光伏和羊羊两个听起来八杆子打不着的事情 竟然可以在一个地方同时发展 青海塔拉滩光伏发电站作为我国第一大光伏发电站 一年可以产生八千万度电量 供应周边无数工厂和路桥设施 然而塔拉滩光伏发电站不仅仅可以用来发电 还能用来放羊 堪称一战两用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塔拉滩光伏发电站位于我国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 由于塔拉滩的荒漠化率高达98.5% 以至于这块地区始终处于鸟兽禁的状态 尤其是近些年随着蒙古国吹来的封杀量越来越大 导致当地气候环境变得异常恶劣 往往一出门就能收获一口袋沙子 在这种情况下 塔拉滩光伏发电站就应运而生了 2012年国家启动了塔拉滩光伏发电站的建造进程 总投资三个亿 预计建设一个77.9平方公里的巨型光伏阵列 之所以选在这里建发电站 一方面是像刚才所说的那样 这块地方人皆罕至没有利益冲突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优越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 这里的平均日照时长有3000多个小时 相比于那些阴雨密布的省份 青海省就是个纯天然的太阳之都 此外这里的海拔高达2920米 所以相关设备可以尽情吸收高质量太阳光 以此来转化成电量 所以说就算村民们不搬走 这座发电站也照样会建起来 塔拉滩光伏发电站的自然条件自然有很多优势 但缺点也很明显 其中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当地风沙比较大 发电阵列中的光伏板很容易沾染上大量沉坨 这对于光电转化效率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不利好 在这一种情况下 工程师们只能定期对光伏发电板进行清洗 这样才能保持它的光电转化效率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工程师们渐渐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光伏发电板的下面居然长草了 根据工程师的分析 他们认为是清洗发电板流下去的水滋润了制片土地 所以才会养出大量的小草 看到这种情况 工程师自然是喜不自禁 因为这些草皮不仅可以绿化当地 带来一抹赏心悦目的景色 还能对土地进行固杀 这样一来 当地的风沙就不会那么肆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工程师不仅没有除草 反而还从省城购买了大量的草种 全部播撒在光伏板的下面 以此来营造一个巨大的草场 可以说在沙漠地区 光伏板就是为小草而生的 因为这些宽大的板面 可以为幼小的草苗遮光 这样就防止草苗被晒死 与此同时 它还能保留植被和土壤中的水分 让土壤水分蒸发率直接降低70% 由此可见 光伏板和草场简直就是天作之和 然而这种天作之和的关系 还没持续多久就崩了 为什么呢 因为草长高了 以前小草还是幼苗的时候问题不大 但现如今小草的高度已经超过了光伏板 这样一来光伏板就很容易被小草给遮住 进而导致能源转化率下降 此外 如果让这些草皮肆意泛滥的话 一旦到了冬天 这些枯槽 很可能会引起火灾 到时候几亿元的设备就得报废 面对这种情况 工程师们也比较困惑 因为这些草皮又不能挖掉 一旦挖掉的话 那风沙又来了 但如果只是将其进行简单的修剪 又比较浪费人力 毕竟工程师们每天都要忙着测各种数据 维护各种设备 哪有时间去除草 就在这个千军一发之际 有一名工程师提出了养羊除草这个概念 按照他的说法 到时候引进一批羊过来 让这些羊把多余的草给吃了 这样就能缓解草皮危机 就这样 塔拉滩光伏发电站的工作人员 纷纷开启养羊模式 他们先从当地村民那里买了几十只羊 以此来作为试点羊群 村民门口看到工程师一次性采购那么多 还以为他们是要举办庆功宴 把这些羊宰了吃 一时间闹出不少的笑话 自从光伏电站开始养羊 工程师们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大采购 一共收集了六百多只羊 用来给光伏发电站除草 只不过这些工程师养了一段时间羊后 突然就撒手不干了 这又是为啥呢 一方面是因为工程师本身训养技术不行 不擅长养羊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心态问题 毕竟这些工程师都是985毕业的高材生 如果后半辈子专心养羊的话 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工程师们想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雇佣村民们来养羊 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把羊养得又肥又壮 还能带动村民就业 简直一举两得 为了能够让羊更加方便的吃草 甚至还将太阳能板从原来离地50公分的高度 调整到了120公分的离地高度 这样一来 羊就可以自由穿梭在光伏板之间 最终经过了几年时间的发展 现如今 塔拉滩光伏发电站地区 已经建起了一个生态光伏园 在这个生态光伏园中 有四座羊卷 外加上亿块光伏板 原本计划建设77.9平方公里的电站 现如今已经扩建到609.6平方公里 活生生扩大了8倍 可以说很厉害了 在这600多平方公里的生态光伏园内 有2万多只羊在这里自由栖息 白天时候 它们躲在光伏板的阴影下吃草 晚上就在星光璀璨的夜空下自由漫步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生态的话 那就是惬意非凡 当然了 这里面最为惬意的 则是那些放羊的村民 它们也被称之为光伏阳关 在很多时候 人们遇到光伏阳关时 都会问一句 你在哪上班啊 这时候村民就会说 电站 那人继续问道 您是技术人员 村民回答 我在电站放羊呢 可以说 如今的塔拉滩光伏发电站 已经成为了当地的金字活招牌 每当有人旅游经过塔拉滩光伏发电站的时候 都会被这种光伏放羊的景色所吸引 您别说这羊还挺壮的 许多网友在看到光伏放羊这项操作后 他们说 山东有自波烧烤 云南有泼水节 贵州有戎江村超 要不接下来推出一个青海光伏烧烤城 到时候 食客们一边欣赏赛博朋克般的光伏阵列 一边就着羊肉看星空 岂不美哉 在十几年前 青海塔拉滩的荒漠化问题 一度令当地人感到头疼 许多人不惜为此背井离乡 现如今 随着光伏羊羊行业的兴起 只要你有一手羊羊的好技术 就能在当地混口饭吃 如果再搭配网红直播的话 说不定收入还能涨几饭 直接实现财富自由 这也许就是互联网加科技加生态的最大利好了吧 每天嗨科图 我是闪电哥 咱们下期见